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唯空的话是我们的is not now 判断字团当中我们说是否唯空 也就是是否存在内容 唯空是is not 然后不唯空是is not now 然后的话咱们把这两个记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查询说每月可以得到奖金的雇员信息 还有一个是查询没有奖金的雇员信息 下面先不用去记啊 就记这两句话就可以了啊 如果想记的话就记这两句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看这个题 我们说查询每个月可以得到奖金的雇员信息 就说哪一列是不等唯空的啊 是不是commm这一列啊 对吧我们说这一列是不是才代表我们的奖金啊 对吧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写一个 我们说是这怎么去写啊 select 然后新对吧 然后from后边写什么呀 我们说是不是enp这个表 然后我们说要写上我们的where 然后哪一列啊 是不是commm这个 我们说是as not 这个有奖金对吧 有奖金的话是什么呀 是不是不能唯空啊 我们说as not我们的none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分号隔开走 你看几个人啊 但四个的话大家来看这 这是不是你看它里边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给了一个零啊 它有数据 对它是有数据 所以说在这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none和零给去分开 我们说none可不是代表的是零啊 这可不是的 我们说啊 none的话我们说是空 一旦是有一个零的话 它也是数据啊 它是有数据的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 你可不能说我是零 然后它就是none啊 none不等于零的 它们俩不是一个概念啊 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一定要去记清楚了啊 然后的话我如果查询 我们说唯空的话是select 然后是新我们的form 然后是emp 然后后边怎么去写啊 wire对吧 然后呢我们说comm 然后是asnone对吧 你知道然后分号隔开走 大家来看是不是这么这么多人是不是都没奖金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判断唯空是否不唯空的一个啊 一个写法 然后呢啊 我们在这的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查询出现多个条件的话 我们说啊 我们说在wire语句当中 我们说啊条件条件之间一定要去注意用我们的and来进行连接啊 用and进行连接 然后的话啊这个提要求是说查询啊 大家把这个提给给记一下 然后我先不带大家去练啊 大家把这个提自己先去敲一下啊 要求查询出我们说是基本工资大于1500 然后的话我们说同时还可以领取奖金的雇员信息啊 大家把这个提给记一下 然后自己啊 先去敲一下啊 去敲一下 要求查询出啊 基本工资大于1500 然后同时可以领取奖金的雇员信息啊 记完了吧 记完了我解评了啊 先把上面这两个给做了啊 做完之后的话再去做第二个第三个啊 第三个案例啊 呃呃 大家在记之前啊 先停一下 你们在笔记上记上一句话 就是说啊 在进行我们条件筛选的时候啊 在进行啊 笔记上这样一句话啊 在进行我们条件筛选的时候 字符串和日期值必须使用单引号啊 给引起来 在进行比较筛选的时候啊 对条件或者比较比较不就条件嘛 对吧 在进行我们的啊 条件筛选的时候 我们说字符串和日期值 我们说需要去使用我们的单引号啊 把它给引起来 字符串和日期值啊 都需要用我们的单引号把它给引起来 字符串和日期值必须使用单引号引起来 好 既然的话啊 大家把刚才的三个啊 三个案例给练一下啊 给练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